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国际政治问题学者汤伟先生 跟大家谈一谈 现在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 但是怎么看这些东西 现在很多的这些分析文章 非常莫衷于事 说什么都有 但是怎么看 今天我们请汤先生跟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其实除此之外呢 美国总的来看 现在起码从它的战略上来看 并没有做根本的调整 我看美国的几位 包括我们的国务卿 甚至包括包臣 他在不同的媒体讲话的时候 他说美国的整体国家战略 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也许我们总统有一点失落 那就说他一直想跟俄罗斯和解 希望能通过跟俄罗斯的和解 能够能释放给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和经济的资源 他可以用来对付 因为他最终要对付 有人说对付是中国 其实他最终要对付的是欧盟 因为现在美国跟欧洲谈判 欧洲是以欧盟跟他谈 不是德国跟他谈 德国在欧盟 这是美国最无奈的 这是美国最无奈 其实美国不怕一个中国 所以我看过美国几位经济学家说 他说美国最头疼的是欧盟 美国最头疼的不是中国 但是啃不下中国这块骨头 他就绝对啃不动欧盟 这个说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他从中国的中美关系中间的经济的互补性还是比较强 对嘛 他实际上的竞争的 这个主要的竞争性的这个因素呢 是美国和欧盟和美国和日本 因为他们都是发贷国家 所以他们在高科技啊 还有服务业啊 你像这个 就一个这个Airbus 就让波音头疼不已 对啊 他实际上他都是在这种竞争上 而且这个如果他们不能谈成的话 他这个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样的这种 这种影响力也是有限的 波音没得买 我就买Airbus 而且我没买一辆 你波音肯定会越来越着急 你会花更多的精力去游舍 而且中国是未来世界最大的航空市场 对 所以这样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包括电子产品也是 那像日本啊 韩国啊 这些他都会抓住这样一种商机 美国人他一些东西也是清楚的 所以他在这个方面 包括中芯的问题上 他就是说这么明显的问题 他都没有采取做 最后他也让步了 把事情做绝的这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很难能够想象 或者说我现在觉得 他不应该是说把他看作一个全面性的这样子 我觉得实际上值得注意的 好 这个中美关系中间的还有两个战场 就是大家通常在考虑的时候 现在有可能忽视 那么一个呢 战场呢 就是在伊核问题上的一个战场 嗯 这还没有报呢 到10月4号吧 还没报 但是会 很快就会报 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呢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值得 因为中国如果强行介入伊核问题的话 美国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对 它实际上是使得这个问题 美国的这个压力就化为乌有 对 那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会完全增长双方的敌意 中国并不一定想出来出头 因为过去在这个伊核问题上 中国一直不是出头的地方 我特别注意到中国一些学者谈过 他说如果没有美中贸易战 中国愿意在伊核问题上做配合 对对对 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是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说如果 那这一件事情呢 就变成了是否中国把它作为一张牌来打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个朝鲜问题的半岛和平的问题解决 现在朝核问题没有了 马上出来的问题就变得 中美之间的立场就不一样 因为在朝核问题上 中美之间是有 有相同立场的 那么在和平问题上 你也可以说是有共同意义 但是现在两个 这个包括这个签和平 签协议上 先条约 新的条约上面 马上就出来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 比方说要 过去是停战 现在要填中战协议 就是termination 那然后呢 还要签和平协议 那么在这两个过程中 中国都要求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来美国呢 不希望中国参与 但是因为停战协议是四方 实际上还不是四方 那会儿说韩国还不是一方 对对 严格来讲是三方协议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说不过去 最后你有可能就是 出在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那么在这一方面 中国就涉及到韩半岛 就是朝鲜半岛 今后的和平安排的问题 那么包括美军驻韩的地位的问题 武器的这个部署的问题 等等问题呢 就会又变得一个 大家需要这个互相去争夺的 而且那已经朝鲜半岛 已经变成了现在中美俄 另外一个角力的 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力的 一个空间和战场 对他所以这一方面呢 也应当要考虑 这个突然之间 由于这个 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转变 他突然之间把 原来大家都 同心协力就是想 压制金正恩的这几个大国 突然之间他们的又分化 现在就变成中国俄国 就是这几个大国就各有各自的利益 就出来了 那么韩国呢 他自己已经做了很多 和其他人不协调的这个步伐 那么中国在中美之间 至少在中美之间 到底该怎么做 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 做得好 他有可能是给中美关系加分 做不好 但很有可能是一个减分 而且当然了 虽然很多朋友讲说 哎呀 现在美国在这个台湾问题 在南海挑衅 其实我倒没看到 有太明显的 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中美关系的风向标 这就是美国只是宣誓 自己在南海的存在 宣誓南海是公海 在台湾嘛 虽然更多的挑衅 还是在口头上 而不是在实际的这个行动上 所以我相信台湾的蔡英文也很小心 所以她在两岸关系上讲话 也是越来越慎重 不像以前的 这言者就必要谈自己的怎么怎么样 现在也开始 说明美中贸易战现在影响的层面 也就是说已经不单单是美中两国的经贸利益 现在几乎是地缘政治都引进来了 现在包括日本 你看现在日本安倍的态度 它也在发生变化 它也在选择到底这场贸易战 中国会不会因为这场贸易战 一蹶不振 中美会不会最后达成协议把我们全卖了 那有可能 所以日本提出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日本学者提出来 他说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中美签订自由贸易区 那把我们全卖了 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推动RECP吧 对 RCEP 它这个方面更加积极 这个是实际上 十加六嘛 对 这种为什么它更加积极 我觉得它实际上是要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外 因为它知道它和美国之间的谈判 美国不太会先动它 因为它的势力相对说来比较弱一点 美国现在关注的点应该在经贸方面应该是这个欧盟和中国 对 那拿下来任何一个 那日本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会跟着走了 那日本需要 日本的经济和亚洲的经济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所以它得需要在那方面有个安排 所以它在这方面的推动呢 也能够看得出来 包括这个中日关系的改善啊等等方面 也能够看得出来 看得比较积极 对 能够看得出来日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地位 手上并不是说是能够很独立的去打这副牌 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也还是要要 过去常有一句话 说是这个中国外交的这个 有什么重点呀 有核心呀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仍然是非常非常大 那当然了 它涉及到中国的很多方面 那么特别是像在最新的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的新的这个NAFTA的代替的2.0的这个里面呢 就能看出来有有一个条款就是如果这个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签订 那么实际上它是排他条款了 排他条款 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如果作为一种模式的话实际上是会强迫中国做一些改变的 那么在这些方面呢中国呢就必须要有一些的一定的程度上调整 那这些也并不能说就是说一定会 因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的认定来讲是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共识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标准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谈判的一种 而不是说现在有一些的国内的有一些的学者的解读就说这是针对中国的 是的确是针对中国是没问题 但是是否中国就一直非要说我们不是非市场 我们非市就一定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不一定 这既然是 哪天加拿大说我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对 那这条款就没用了 或者是美国它都有可能会 对呀 这个并不是一个本身从 起码中国的经济情况要比墨西哥要自由的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那问题呢就是在我觉得还是一点 就是说大家要意识到这个现在是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那么这个所谓的外溢的效应 已经开始显现包括在经济上的 包括在政治上就慢慢 原来是经冷政治上还是保持了一定联系 现在比方说原来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会谈 每年的这个反正也没有什么事 今年好像都不安排了 对呀 今年没有安排 原来的时候比较 还是能够经得起风浪的这个中美军事之间的这个 至少是联络 对吧 互相之间的交流 那现在也都基本上处于停止的状态 那么这些呢都是得需要 双方都要考虑下来 就是说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敌意呢是慢慢形成的 然后在这种有敌意的情况下 一些问题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没错 那么包括包括上次的这个这个制裁 中国的这个所谓国防部的这个采购装备部的 一个局的局长 对 那么这些东西它实际上 当然从原则上来讲是不可以接受 但是它从性质上来讲并不是个多大了不起的事 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你看看俄罗斯被制裁的人 多的多 但它实际上都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是希望有一个 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允许 现在美俄关系一定会好很多很多 那没错 对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觉得就说一定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 要控制好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 如果要是为了谈判来捞一些筹码 对吧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去走 如果是要想争锋相对 大家要争锋相对 就是互相要有一个克制 那么在这方面 其实我觉得从中国官方来讲 看得出来他们总体来讲 还是相对说来比较克制 他至少在舆论方面 和这个公众的这个情绪方面的安排上面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虽然没有和美国达成协议 中国已经前后已经公布了几批 关于这个进口产品的 这个关税降低的问题 已经看得出来 中国已经在为这个未来的谈判在铺路了 对 这样的话他至少能够解决一条 在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一直说 中国的改革不会是在外部的压力之下 我这些改革 我是自己做的 对 我需要 实际上等到再次做到谈判桌前的时候 你的很多项目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给老百姓也不会觉得 这是在压力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中国在这方面 恐怕大家双方也在等 美国这方面的人 应该也是能读得懂 中国这种做法 当然从根本上来讲 美中关系如果破裂 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 这是美国政治精英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美国如何能在跟中方的讨价还纳当中 占据有利地位 但又用邓小平的话叫斗而不破 说实话 这需要双方的智慧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